好了,那师傅,轮到最后了,好兴奋 最后就是属珠,或者是珠联立命的人士 那他的运程在庚子年又会是怎样呢,师傅 好,属珠,一年到晚 由此我们都去数到属珠这个公位 属珠即是害公,害公 好大个字是文昌,文昌升,文昌升是考试 如果小孩是属珠,那就不错了,今年应该考试的成绩 爸爸妈妈应该放心点 好了,看完通证怎样说 好了,师云,默露忘神,侵病体 似乎在疾病里面要留意 岁终,月德,功,名,临,都有个月德 陆害,每位好事本 总之有些好东西,陆害在一起 减了一些德 好了,三形,黑,祭,紫微,换 紫微其实是好的,有个紫微星在 但问题是外面有些空星在黑制 好了,结果是怎样 本年默月病符首名 外有紫微浓得,贵人愿得,地解照应 这个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无奈病体太深 这个留意了,属珠 之前说过,属狗的朋友也是病的 这个外公里面的朋友也会有这个问题 是病的 这个反而你是重病 病体太深,贵人亦难莫帮助 立命在此而小心出入,謹慎飲食喜居 这个呢,你出外呢,都可以 问题呢,就小心 其实,我们的经验呢,就是你去到外面 喝水多,吃东西少 这个呢,就是这个原则 因为现在很流行的,飲食旅游 反而在外面就拼命吃 但你小心一点 如果在害莲属珠的朋友 或者你是害公 就是受榴莲公位影响的朋友 就小心饮食 OK,我很兴奋 一年四集,师傅真的从淺入深 由通证几多版开始讲起 天公似福徒怎样,对上表 怎样知道我们的立命是看些什么 我们的生肖是看些什么 一年十二生肖,我们都讲完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网友看到这一刻 都还未知道师傅在讲什么 不妨不要紧要的 再回看咯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看到明为止 对,对,对 OK,那好了,那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呢,我会请教师傅回应 我们网友的疑问 OK,那下一集再见 杨忠瑜师傅 好,拜拜